渐渐回暖的南京城逐渐找回了鸟的声响,花也刺激展开了它的颜色,但这般明媚的春光似乎并不吸引陆友文。 他衣着朴素,安静地坐在昏暗的工作台前,摆弄手里的花灯构建。 陆友文出生在秦淮河畔一个灯彩世家,他是一位花灯艺人,也是江苏省级飞夷灯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 这里是陆友文的家,在仅有十多个平方的客厅里堆红蝶履,悬挂着各样已经扎好的荷花灯、龙灯、蛇灯。 要说坐灯,黏于古兮的陆老可以说是成磨成吃,要是做成了一个满意的构建,陆老就会沾沾自喜地拿在手里把玩,晚上甚至还会抱在怀里睡觉,睡个三天,他就心满意足了。 陆老也笑着说自己成吃了,但他认为一件事只有做到极致,才能把它做好。 正如他身后的友人赠他的一幅字,一餐造画,吃灸天人。 在灯菜节肖有名气的陆老,也结识了当地的许多画家和书画家,像高尔市、田园等名家。 应该讲,他们是,整个就是在美的这个范畜之中,不管画家或书画家,在美的范畜之中,我跟他们的这次,应该讲,受的感染非常大。 这个也是耳濡然的老牌。 第一是在作画方面,我也画上级别,另外在这个化体方面,他们也会告诉我。 然后他们更重要的就是说,我经常会来一些我做的这个作品,可以请教他们,和他们在一道经过场面之内。 然后呢,提升我对这个灯菜的,在美方面的一种感染,感受的。 和其他手工艺人鲜艳张扬的灯彩不同,陆老花灯的用色,多了一份中国传统审美的内敛。 他对美的东西,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。 他手里的布料,就是他观察电视上民族歌手的着装使看中的。 他说,对美的感知,就要对平时的东西在心。 一盏好灯,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内涵,如此才能被人们所喜爱。 陆老拿起手头的狗灯讲解道,狗灯的左下角有个转书的有字, 狗的两只耳朵是行书的符字,手捧如意,就是送来吉祥如意。 如此一想,懂得人心知肚明,都不用解释,他就明白了。 新年,老百姓来买灯,就是讨个好口才,能万事如意。 有了文化内涵在这花灯里头,一切都在不言中了。 鲁有文的花灯做了三十年,百姓对花灯的喜爱,即使文革时期这样紧张的时期也从未中断过。 秦淮河畔的一抹灯彩,可能是那个单调肃静的年代,最富有烟火气息的色彩了。 在有人赠字的旁边,提着探翁先生忽必,探翁是陆老的秩序,意思是自己就像白居易笔下的探翁,燃烧自己温暖别人。 对现在的生活,他很满足。 陆老感叹,如果我的花灯,能让来买的老百姓感受到美,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花灯。 这就是他作为非遗传承人,对这个社会最好的回报。 我叫陆有文,我是江苏省,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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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